原标题,成都邪警徒手接住七巡跳桥老人救人士本能反应。 13日上午,成都莫子桥矿线桥发生惊险一幕,一位老人跳桥轻声,就在老人纵神一跃跳下桥之际,成都交进一分局邪警公先程下一室伸出双手去接,大爷重重地夹到他手上,后落到了地上,在老人被送往医院后,医生说, 在大爷下落的瞬间,民警用手去接缓解了重力,避免直接落地造成严重的后果。 上午10点27分左右,成都交进一分局邪警公先程正在莫子桥路口执行,这时一名牵着小孩的妇女走到他面前,告知他有名老人似乎迷了路。 见此情况,公先程一边将该情况向大队进行汇报,一边走到桥下寻找老人。 几番寻找之下,公先程最终在跨线桥出城方向,发现一名身穿身色衣服的老人站在围栏边。 你不要动,我们马上上来接你。 发现老人后,公先程大声与老人进行对话,同时一边往老人锁在位置的垂直方向前进,一边将路口左转弯的车辆打停。 然而就在这时,老人却翻过围栏纵身从桥上跳下,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,出于老人下方的公先程伸出双手希望接住老人。 跳下的老人首先砸到他的双手上,然后再落到了地上。 落地后,大爷蜷缩在地面上,身上沾满血迹老人的头部、手臂、膝盖均受了伤。 站起来后,公先程与赶到的增援人员一起控制住现场,避免车辆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,并且立刻联系了究竟医院的三名医护人员,对老人进行了简单急救。 几分钟后,救护车到达现场,老人被送往医院。 其间,医护人员在老人袖口处发现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,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,与亲人无关,是我不想活了。 我从桥上跳下去,可免去断气之前的痛苦,所以我从这里跳下去,并且要头向下。 头部外伤,盆骨,腿部等多处骨折。 老人在被送往医院后,医生对其的伤情进行了诊断,所幸的是,老人并没有生命危险。 医生表示,在老人下落的瞬间,民警用手去接缓解了重力,避免直接落地造成严重的后果。 在得知老人没有生命危险后,公先成踪了一口气,回想起救人那一瞬间,他告诉记者都是本能反应,看到他跳下来,就想去接住。 这是一条生命,无论如何,危急时刻伸出援手是我们的职责,也是应尽的义务。 经过交警部门的初步调查,老人经已年过七旬,其子女不在身边,老伴也出门在外,近期独自居住在家,加上身患疾病等因素,老人情绪不稳定,于是选择了揣着遗书走上了跨线桥。 记者了解到,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来源,四川新闻网,则任编辑诗心。